大家好,我是伟哥 祝大家新年快乐,望是如意 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IP地址的相关知识 IP地址是什么? 它的全称是Internet,Portocab的首字母缩写,简称IP 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做网际互联协议 它主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让不同类型,但支持互联网协议的各类设备 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跨越距离的通讯 啥叫各类设备呢? 比如说你的智能手表和你的手机进行通讯 你的智能冰箱和你的手机进行通讯 你在家里用你的电脑和你的异地的朋友进行通讯 这些不同设备之间的通讯 使用的是互联网协议来进行通讯的 这个互联网协议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TCP IP协议族 反过来说,只有支持互联网协议的设备才会有IP地址 比如我们以前使用的那种老式电话 它是不支持互联网协议的 所以说它没有IP地址 但是它依然可以进行通讯 只不过它通讯的方式是依靠其他协议来完成的 所以IP地址是什么? IP地址是标识一台设备所在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址必须是全球唯一的 就像我们的手机号码一样,必须唯一 那么标识位置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把需要发送给对方的数据包 通过IP协议这个搬运工 让这个搬运工把这个数据包交给对方 你把数据交给对方,得有一个地址啊 那么这个地址就是IP地址了 那么这个IP地址是哪里来的啊? 就像你的手机号码一样 你的手机号码只能找运营商购买 那么这个IP地址也是如此 如果你想要IP地址只能去找INNA 去那里去申请IP地址 只不过如果你去找它,它不屌你的 一般情况下是由每个国家的运营商 对吧,不管它是商业的机构 还是国家的企业,去那里去申请 然后那个INNA会把大批量的IP地址 就打包给他们 然后他们,比如说各个地方的运营商啊 比如说电信啊 他们把这些打包好的地址再进行分配 然后分配给我们这些普通人 那么这个IP地址在打包给对方的时候啊 是有归属的 比如说172的这个IP地址断啊 我给中国的中国电信 对吧,用它来使用 然后中国电信呢 比如说把这些IP地址进行爱区域,进行分类 比如说这个区172.159是北京的,打个比方啊 是北京的什么什么地方的 然后进行区域的,镇的,各个地区的进行分类 分好了类之后,然后把这种IP地址按区域分配给他们 所以呢,你在哪里 只需要运营商通过这个IP地址一查,马上就能逮到你 你在哪里,对吧,他们就知道了 当然这只是针对普通朋友来说啊 比如说有些高手啊 他会做一些跳板啊 做一些隐藏啊,伪装的一些技术 很多层的,要找到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对普通人来说,没这个技术 那肯定分分钟找到你 而且在早期啊,这4亿多个地址被划分成5个类 分别是A类地址,B类地址,C类地址,E类地址,这5个类 那么他为什么要分5个类呢 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标识和节约IP地址吧 对吧,比如说给你一个A类地址 你拿到这一个A类地址就可以马上部署1600万台主机 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运营商 你所在范围的主机只有10万台 你跑去申请一个A类地址 那么你马上就可以部署1600多万台主机 你想一想,你的客户有那么多吗 对吧,你就要浪费1500多万台主机 这得浪费多少钱啊 IP地址是有限的,不是你想申请别人去给你的 那么你就可以申请一个B类地址 那么B类地址呢,它可以支持16万个主机 对吧,一个B类地址16万主机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当运营商去申请IP地址的时候 比如说他给你一个地址 比如说这个53给你中国电信的 那么大家全世界都知道,这个53的这个地址 那就是中国电信的地址了 这就会有归属了 那么IP地址啊,它分为IPv4和IPv6这两个版本的 那么为什么要有两个版本呢 那是因为IPv4啊,它诞生的比较早 大概有40多年了 当年的大牛们没有遇到互联网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比如说今天的互联网还有物联网的设备 比如说这个表,那个表,这个智能设备,那个智能设备太多了 对吧,当时的网络环境很简单的 他们当时以为完全够用了 4亿多个地址还不够用吗 对吧,结果到现在这些地址不够用了 那么不够用了咋办啊 那就得重新搞一个地址的用的 地址很多的,用几辈子都用不完的 那么这就是IPv6了 那么既然IPv6出来了那么久 它是2011年出来的吧 大概我记得好像是,2011年出来的 那么到现在2023年了都还没有普及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钱啊,烧钱啊 你想一想吧,把整个中国的互联网全部支持IPv6 得多少钱啊,对吧 我猜的啊,对吧 每台交换设备都要支持IPv6的通信技术 让它支持这个技术 你要换设备的,肯定要换的 然后你的程序还要兼容IPv6进行编程吧 对吧,你还要进行编程 这是一大笔钱啊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IPv6没有那么快的进行普及 所以呢,因为IPv4的地址啊 它是有限的,没有那么多,很紧俏 所以呢,怎么办呢 就出现了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划分直网,对吧 我们通过划分直网的方式来节约IP地址 因为这个视频不对直网做深入的分析 我们就说说,划分直网最后的效果是什么 不知道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电脑一般的IP地址是192.168点多少多少 有些朋友的地址可能是10点多少多少 或者有些朋友是172点16点多少多少 那么这个地址叫私网地址 我们刚才不是说过那些大佬把IP地址分为五个类吗 A类,B类,C类,D类,E类 这五个地址里边,D类和E类是不能用的 在ABC三类IP地址里边 有三个IP段是不能使用的 A类的是1.0.0.0 这个IP段是不能用的 还有就是172.16.0.0不能用 192.168.0.0不能用 那么这三个不能用的地址 它被称为私网地址 这几个私有地址只能用于局域网 这些局域网以内的这些电脑 这些主机 它都通过一个IP地址去访问互联网 这个能够访问互联网的这个IP地址 它一般是在你家里的光猫当中 集成的路由器当中进行设置的 那么也有可能运营商给你分配的不是共网IP 还是一个内网IP 那这就相当于你们一个区域以内的很多计算机 还有你都是共用一个共享一个IP地址进行上网 让你家里的局域网的电脑去访问互联网上的支援 这门技术叫做NAT网络地址转换技术 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代理 它代表你去访问互联网的支援 但是实际上它和代理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就是IP地址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讲错的或者没有讲到的 希望大家补充一下 谢谢大家